大家好欢迎回到骆成数码来观看我们这一期所讲的节目 那么这一期我们讲的是iMac悄悄的升级它的产品线 27寸的英特尔10的产品线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怎么样一个配置 推荐的一个选配方法 还有我自己个人选配的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可以订阅一下 并且点击旁边的小铃铛 谢谢大家的支持 好那我们就进入正题吧 怎么样去选配这个最新的2020款的iMac27寸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首先打开Apple的商店 我们在这里有一个iMac 那么它的最新的iMac就升级了 我们来进去看一下 选配27寸的 好那么27寸这里有三个配置 它有三个配置 我们先看一下最低的配置 3.1G6核 然后能boost到4.5G 但是内存只有226GB 鞋卡只是配到了那个AMD的最新的5300 再看一下它有什么升级的选项 可以升级到Nano Texture Glasses 这一个呢这个屏幕呢大家就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选配 因为如果你在家里面准备把你的iPad摆在一个位置 然后你的房间比较通亮 而且有一些窗户 然后正好是对着这个iMac的话 iMac就会非常的反光 但是如果你在家里面你放置的一个比较狭窄的地方 那个办公室里面 然后窗服都有办法可以用窗帘遮览住 或者是你有办法去把这些光线给挡住的话 这个Nano Texture Glasses是没有必要去选购的 就是看大家的需求 如果你在家里面摆放的iMac的位置 很难去避免这种反光的条件下 那你可以去选购这个Nano Texture 但是加500块钱那真是太贵了 好 内存条 内存条大家都知道 iMac自己去第三方买内存条条 要自己动手加进去还是非常容易的 而且不会撕掉你的那个Volanty保险 所以呢 内存条我们一般都不加配 而且你看这个加配到32GB要600块钱 64GB要1000块钱 更可怕的是128GB居然需要2600块钱 简直是封掉的价钱啊 这个Internet1GB跟10GB就看个人需求 如果你有大量的做视频 而且你有做一个server 来把这些视频的文件传进你的那个server的里面的话 你需要大量的文件处理的话 你可以选购这个10GB的网卡 网线网卡 但是一般用户的话 我就不推荐去选购这一个 然后就没有其他的选项了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觉得低配的话就没必要 因为他连那个硬盘256GB都没有办法升级 最你怎么怎么定买一个iMac作为台式机的话 256GB的硬盘那是肯定是不够用的 而且他没有升级选项 那么这个低配我们直接不考虑 看看一下中配吧 中配 中配 好CPU可以升级 从一个i5升级到i9 10GB 10核的 从6核升到10核加500块钱 但是看个人需求 不过你既然选择了中配 那肯定是不会加这个CPU的 除非你一开始就选择高配 论调直接跳过 我们不选择 好这里可以把硬盘加到1TB或者是2TB 加到1TB要200块钱 还是可以考虑一下的 但是他这个起配是512GB 勉强够用吧 大家有需求的话可以升级到1TB 一样这边就是没有显卡的升级 我一般还是跳过这一季 那么我来聊聊一下我自己的一个选配 我选择的是由最高级的开始选 那么 nano texture我没有选购 因为我在我家里面 我知道我摆的位置是后面 对面是没有窗户的 所以比较容易控制它的反光效果 CPU在这里要加400块钱换到i910核 那么这个配置已经给的 标配已经给的8核的i7 3.8Gboost到5GB 那么要加400块钱去提升这个两个核 我是觉得没有必要的 因为他这个8核到10核的提升也就大概就是10%到15%而已 那我们就我是不会选择这一个的好 内存条内存条我是自己在亚马逊上另外购买了 六四三四Gb的16乘以两根16Gb的内存条 我打算自己加进去 这样的话就会达成到一共40Gb的内存条 我觉得这是可以的 好 那么这边显卡 显卡这边有5500XT 还有57008Gb 还有570XT16Gb的这个选项 那么一个加300一个加500 我网上研究了一下 5500大概就是 之前的AMD显卡RX590这种级别 那么如果你选择5700 那么就可以达到一个 大概是NVIDA202060的一个显卡 但是我觉得8Gb的5700 我觉得比较合适我的 我觉得应够 如果你在网上面加200的话 加升级到5700XT 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必要的 我网上研究过 大概给你提升了 从570到570XT也就提升了10%的效果 那么我觉得570比较合适我了 那么我硬盘呢 5100G虽然是够用 但是还是觉得升级到1TB比较合适 毕竟这个是一台台式机 好 这是我的选择 那么网上卡我现在还没有做到一个大量文件 传送的一个需求 所以我没有选购这个 有线10Gb的有线网卡 好 这就是我个人的一个选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观看